说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咱说一般情况下 发生车祸了 第一时间 打110 有人受伤的话打120 这救人的基础上 保护好现场 等交警到场处理 可是当警察赶到下面这起车祸 致人受伤的案件现场时 这伤者的家属 却干了这样一件事 前两天晚上八点多 一位大娘被撞受伤了 本来不是啥复杂问题 可警察一到现场 伤者家属就对民警和肇事者破口大骂 伤者家属董某某情绪非常激动 因为着急就职受伤的大娘 民警对她进行了口头警告 这家伙竟然和民警比划起来了 我看你也不着急救人呢 那你先跟我回派出所闹了 最后违法行人董某某被公安机关处以治安拘留 有酒日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你说你啥事不能好好说吗 就这情况了 还有时间焯焯把火的呢 就不知道先送老人去医院 才是最主要的吗 情绪再激动 也不能跟警察骂骂咧咧的呀 这下好 老人医院治疗 你在拘留所里待九天 也不知道是谁跟谁上火了